刚刚揭稿的时候才打听到 今天中国正式在各频道下架这部电影 希望这个影评可以让更多人认识这部优秀的电影 连续两个星期的忙碌工作让我透不过气来 但近来也没有任何能够让我特别留意的电影 重心也就暂时转移到工作上 直到前几天我久远碰到了以前的朋友 他知道我非常喜欢看电影 便向我介绍了一部在中国小伙的电影 我和他说 你知道我一向来都少看中国电影不是 他说 你去看看就是 在半推半就的状况之下 我回家勉为其难的打开这部电影 而两小时以后 我决定做一部视频 和大家讨论一下这部电影 今天的教练电影便是这部引入成烟 大家好 我是CJ 喜欢看电影的你 欢迎订阅电影Tiffany和我一起观看讨论最新电影 在遥远的西北农村 被老三当成免费劳工使唤的老四 以及被家人嫌弃的归婴 两个分别被各自家庭抛弃的孤独个体 却被凑合在一起过日子 在两人在日复一日的平淡生活中 找到一段属于自己的爱情故事 本电影为中国独立电影 李瑞俊导演的第七部作品 电影由导演的一副五人灵 和中国被称为国民媳妇的海青主演 非演员的五人灵 由于出生于农村 气息已经非常接近电影里男主的设定 海青这位演员可能对新娃的观众知名度不高 但他在中国演艺圈可以说是一大前辈 剧主对于把他邀请过来可谓相当荣幸 而为了让自己能够胜任角色 海青还特地提前10G进入剧主 并住在五人灵的家里 熟悉环境和学习当地方言 而这10G的功夫 就如我们现在在电影上所看到的 早已已经找不到一丁点大明星的影子 本片是一部设定了中国乡下的爱情片 电影里的爱情非常频繁 观众就这样看了两个被全世界遗忘了两个人 安安静地吃饭工作吵架 再和好一起生活 他俩的台词没有一句爱 却处处充满爱 最爱我的人此刻便在隔壁 不说一句话却让我欣喜万分 这是我给这段爱情最好的示意 而这一切生活小插起串联在一起 让整部片子透露出一种平静感 由于故事背景设定在乡下 本片和中国一项大喊特效优先的做法被盗而驰 整部电影都是用实景拍摄 加上后期的色调效果 让我难道从中国电影看了不少漂亮的摄影 除了电影主题要求之外 这当然很担心出于剧组的贫穷 既然都这么穷了 绿木当然都不在考虑范围之内了对不对 只能考虑如何用眼前的志愿来呈现最好的画面 不如是导演精心安排还是无星插流 电影的画面呈现之外还是相当精致的 导演选择了使用固定镜头来拍摄 我对导演的用意的解释是 导演故意让观众与这对夫妇保持一段距离 让观众只能在远方端详他俩的爱情 这么一来他俩的爱情就会透露出一种更为高贵 更不容易被侵犯的感觉 但我个人却希望导演可以拍摄更多两人的特写镜头 我想再离得近一点多认识这两个人 在其他情节也一样 本片取得的地方 导演其实可以花更多时间来考虑镜头的运用 相信观众觉得也想缩短以他们的距离 更一步接近他们的爱情 这个固定镜头方式拍摄也限制了演员的发挥 海青再纯熟的演技也很难被人注意到 这也是个人认为的缺点之一 本片的结局倒进了人活着的唏嘘 为了让影片过程 电影还是有一些被改动的痕迹 还有一些我个人怀疑被动了刀的地方 本片靠近结尾的时候 节奏异常快速 有一种赶火车的感觉 最后一幕出现的台词感觉过于用力 还有在工作人员名单结束以后 出现一小行交代老师去向的字 这些都感觉为了过程而加进去的 而这些添加要素又影响了电影的什么呢 那就是结局的利益 结局的画面带出了含义观众心里早有定数 但新添加的台词故意把观众的思维转向另一边 如果你仔细想想 你想是觉得不自然的 不不不不不 这不是导演真正想说的东西 真正让我感到意外的是 从中国那里传出的这部片子的辱华 就故意默黑中国发展水平 丑化相向人来迎合外国人评委水准之类的 本人其实觉得非常可笑 但我也不会去正面反驳 并且这个课题不值得讨论 但以电影层面来解释的话 电影本身就不是纪录片 它可以借鉴现在的设定来说它想说的故事 当你相信并沉浸在导演所设定的世界里头时 它基本上就没差是一部好电影的 因为电影本身就为虚过物 让你相信才是它真正的目的 这部影哆成员让我觉得非常高兴的地方是 让我觉得中国电影其实还含有更多惊喜等待我们去发掘 虽然这几年来那边的创作空间变得欲罚狭小 但如果碰到这种优秀且独特的作品 我还是希望可以让更多人看到 由中国创造的优素作品 今天的设计到时为止 喜欢我们的朋友记得给我们点赞 然后关注我们哦